歡迎您回到第二小時的 新台灣星光大道 不說你不知道 我是鄒竊玲 今天演藝圈的一件大事啊 相當轟動的 也是我們旺旺中石集團的大事 就是去年生小孩 佔別螢光幕的小S 今天回來了 一下子我甩掉9公斤啦 先來看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小S以及康永哥 歡迎歡迎 好了啦 歡迎歡迎歡迎 慢一點慢一點 享受整個探角的探角沒有在大家面前 大家看哪裡 這邊有朋友 這邊有朋友 又不是開演唱會 還有後面的朋友啊 上面有朋友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好久 真的好久 小S跟我講了一個我覺得很差異的事情 他說他有一點點緊張 講的是真的嗎 講真的其實心裡非常的緊張 為什麼 因為我有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腦筋是一直處在就是放空的狀態 請問這三個月到底腦子在想什麼事情 就是最近一直在想說 女兒上一餐是幾點吃的 還有 還有他上一餐的奶量是多少 這有什麼好想的 不過就不是正常的固定嗎 因為他如果奶量增加跟減少 你就要稍微擔心 他是不是腸胃吸收有問題 所以我真的很怕等一下第一期 是問來賓說 你上一餐是幾點吃的 你飯量大概有多少 就是我怕我腦筋還一時沒辦法跟大眾接觸 可是當你作為 你在做月子當中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可以立刻想起來答案 還是會想很久 說到底他飯量增加還是減少 飯量的增加減少 我可以快速的想 可是關於演藝圈的一切 我覺得我真的變得很生疏 因為我那天跟其他的媽媽朋友聊天 然後要聊一個人的外型 很像我們節目的來賓 的徐建國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他很像那個誰 那個誰 那個誰 然後整個故事內容 大概花五分鐘在想徐建國 這個名字 請問作業 我都不想講話了 三個小孩的媽身材 這樣子出來這種氣勢 好 我們先來看今天現場 這個都跟小S人交過手 認識要跟我們講很多小S 大家不知道的一面 先看到這個資深 我剛剛想到小S那個身材 我都亂了 來資深影劇記者麥若瑜麥麥 倩林好 大家好 好 藝人製作人沈玉琳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靜平 大家午安 廣告材質范可欽 各位好 麥麥哥 我告訴你我覺得 女藝人是一種 我沒有辦法了解的人 不管是國外還是國內 你看他們生完小孩 人家那個減肥要減得多辛苦 他們可以一下 像那個氣球漏氣 一下就回來了 但你覺得小S好像是 她生完產三個小孩 每次出來好像都是渾然天纏 他讓我覺得他根本沒有剪 你就變這樣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剛在門口碰到我 偉忠哥 偉忠哥說你在錄什麼節目 我在星光大道講誰 然後小S他說 哇 他那個身材 偉忠哥已經讚嘆了 就是說其實每次我們看到 小S生完小孩 再付出螢光幕 我們都不敢想像 我覺得小S 當然我們講很多藝人 都是天生吃這項飯的 他是天生中的天生 他是那種愛秀 觀眾又愛看 他自己就是個大明星那種 觀眾又覺得 你就是個大明星這種藝人 這種藝人其實 台灣坦白講 這台灣也不是很多見的 但他的身材 他的毅力 他的精神 他還帶來這種 我覺得他的面向太廣泛了 他是一個 他已經算是一個傳奇的藝人了 我覺得 可是玉璃兄 他是那種真的天生就是 生完小孩 就瘦得這麼輕而易舉 還是你知道有的人 看起來很瘦 其實回家催吐的那種 可是他 我倒覺得 你如果把以前的照片 拿來比對 他每生完一次 他身材更好 他還有天理嗎 你看這裡有天理 每個產婦是生完以後 產後憂鬱 憂鬱什麼呢 身材變樣了 老公不喜歡了 但他沒有耶 而且據我側面打聽 他也不需要花費太大太辛苦的 所謂的減肥方法 他好像就是生完以後 就剛剛你講一樣 那個氣球 那個氣自然會卸掉一樣 三個月的時間 很多產婦三年 不但沒有變瘦還不變胖 那個生產的時候65公斤 三年以後變80公斤 常有的事情啊 但是他能夠馬上恢復這種纖細 他這種身材 在整個演藝圈 在明星界裡面 都算極品 而且是三個小孩的媽 所以這個有時候 我們不得不感嘆 老天是不公平的 人生兒是不平的 所以可欣兄 我們也可以從小S的身上 可以發出這種不平之名 這種感嘆說 上天真的是不公平的嗎 女人本來身體就要不平 平得還得了 是不是 而且像我們這種行業 很容易可以接觸到 女星最原始的那一面 譬如說沒有上妝的 或者是你可以靠著她最近的 沒錯 小S在 我剛好因為在做一個客戶 就是塑身衣的客戶 所以我看過她實際上 試穿衣服或者這個時候 沒有什麼特別的遮遮掩掩 你知道女生為了 所以你看過小S 素著顏穿著素身衣的樣子 是的 我看過 所以 你要摸著良心 摸著良心講的事情 我幹嘛我良心 我摸著良心 我可以這個 我講的話都可以通過測謊器 她真的是身上沒有什麼罪肉 我覺得她立直天生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她也非常的用功 因為你知道女生對於自己身材的保養 講實在的 那不是什麼你突然之間 臨時抱腹腳可以這樣做到的 她生第一胎 第二胎 第三胎 她非常非常認真地在回復她的身材 當然這裡面有包括飲食的控制 有包括可能外界 譬如說像塑身衣的幫忙之類的東西 那在她先天上 她本來就不是一個易胖的體質的 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她當然比一般人要容易的許多 不過我覺得她是一個 在這一方面 因為她剛好符合了我們現代女生 你知道那個消費者最喜歡的一種人 你看像我們主持人就對她有這種 雖然講話很羡慕 就嫉妒了 對你現在自己說了對不對 她剛好有個女生最希望獲得的 就是說你看 我可以在事業跟家庭當中兼顧 我一方面我可以生三個孩子 我還可以在很短期之間上台 做主持人 在螢光幕前現露我的身材 你看多少女生多現露 而且人氣還不醉對不對 還不醉 一個男星都不敢去當兵了 怕回來人氣就掉光光了 她沒在怕的 而且你知道女生 她少女時代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她講的都是那些很時尚的流行的話題 當了媽媽之後 她可以講媽媽竟然還可以講成這樣子 所以她有她得顛獨偶的條件在裡面 你說她在身上 她紅的地方可能別人身上就不紅 別人不紅的原因到她身上也紅 這個人真的 真的是我覺得主持人賞飯吃 真的而且 而且敬平很多人說她是所謂的大咖殺手 上過她的節目的 我們就光講說康熙來了 哇這一座座八年 這麼多的話題上去的知名人物也不少 管你是從馬英九到誰啊 她沒在管了 以前她那些標準的誇張的肢體語言 然後飛撲啊 大家都還印象深刻啊 對其實不只是那個演藝圈的那個來賓啊 或者是一些藝人都愛上這個康熙來了 其實像為什麼講大咖殺手 就是很多政壇 不管是台灣很奇怪 像台灣不是說一般藍綠會分明嗎 但是對於康熙來的這個節目 不分藍綠政治人物都很愛上 以前我們採訪過一些立委 甚至達觀賢要一些 有時候閒談中會聊到就康熙來這個節目 他們有時候私下會打聽說這個節目要怎麼上 都有表示很充分 更加度不興趣想要上小S跟蔡剛好這個節目 那就舉幾個大咖殺手為例 第一個好就像我們現在的總統馬英九總統 他在2005年的時候 他曾經用那個以台北市長的身份 這個那時他是台北市長嘛 然後那個節目之後當然就邀請他上節目 然後當時因為馬英九人氣正夯的時候 當然跟現在不能比啊 那當時馬英九上節目的時候 小S他真的很瘋狂 他一記招牌動作整個飛撲 飛撲到那個小馬哥身上 這個讓馬英九雖然他是正經為座啊 又七管閒的這樣的一個那個政治人物 馬英九他也是一臉尷尬 但是因為就充滿了整個節目的一個效果 然後呢 而且小S從私下到那個錄節目 然後還有包括小S的媽媽在現場 攝影棚都有在來那個在旁邊探班 他們在因為聽到馬英九來 就跟馬英九要簽名 所以整個那個讓馬英九 雖然他一臉很嚴肅很尷尬的樣子 可是對小S這樣的一個節目的一個表現 他就沒有辦法擋 那除了馬英九之外 還有包括邱毅 邱毅在政壇之前 你看他當立委的時候 不斷的爆料 尤其是爆點家的料也夠殺了吧 可是來到邱毅 其實邱毅他一直很在意 人家在講他的一些外貌臉型 尤其是什麼眼睛下垂啦 眉毛或者是他有假髮 其實大家都知道嘛 他有時候他有時候 雖然他知道 但是他也不喜歡人家提 可是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節目什麼 無所不談百無禁忌 小S就拿著他節目說 你眼睛下垂 你的眉毛好像特別奇怪 然後他還聽說 我眼睛假髮的問題等等 就拿這些當做節目的一個話題 製作效果 他絲毫不忌諱 不會擔心說 這些政治人物大咖 然後或者是來賓會翻臉 他不怕 然後照樣讓邱毅在節目 上節目的時候 笑得哈哈大笑 我曾經問邱毅 我說你會不會接 他說沒關係啊 節目效果他覺得很輕鬆 可見他主持的功力 可以引導這些來賓 入境隨俗 哪怕碰到一些敏感的問題 然後甚至連戰 他也曾經在04年的時候 那一年他要選總統 跟宋楚瑜先生搭檔的時候 他帶著他的那個兒子 連勝文還有他的夫人 連芳宇一起 全家都一起上節目 那時候上那個這個 這個節目的時候 那當時連戰因為他是一個 很很拘謹的人 所以小S為了花那個 花很多的心思說設計 包括小S自己去寫那個節目的 一個大愛的流程啊 設計他問什麼題目 他自己他很少下來 這種親手下 一般都是康永哥 蔡康永在跟製作單位 製作人討論 那小S那一次 他就為了表示勝 他就自己寫那些題目 然後來還成功的 在節目裡面逼問說 連戰跟連芳宇 他們兩夫妻初吻的地點在哪裡 甚至他還大膽問那個連戰 連戰是一個很拘謹到不行的人 他還問連戰說 連先生啊連主席啊 那時候他是國民黨主席嘛 你有沒有看過 那個連戰的反應就是很憨 那大家就覺得搞笑指數百分百 包括他也會去那個去調戲一下那個連勝文 然後因為那時候連勝文大家也知道 就在好像那個公子哥 然後他就會去鬧他一下 都是為了節目效果 那甚至到05年的時候 也邀請了那個呂秀蓮上節目 當時呂秀蓮他是副總統 我知道呂秀蓮他其實是很嚴肅的 不太不苟言笑 但是碰到呂秀蓮上節目的時候 他一樣跟他輕鬆座談 而且兩個人還在節目中一起自拍 甚至問未婚的這個呂秀蓮副總統啊 因為我們知道呂秀蓮他沒有結婚嘛 他就問他說 你覺得如果你的老公 如果你有結婚的話 副總統你的老公外譯的話 你會怎麼辦 所以像這類的這些新聞議題 或是敏感的東西 他問這些來賓 來賓照單全收 所以這些大咖碰到小S 我也覺得是敗倒他的主持棒的功力之下 不過逸林總統 好啦這些大咖會講說 節目效果我認啦 大家嘻嘻哈哈在那邊都沒關係 我就不相信隨便換了哪個主持人 可能這些大咖都願意被人家虧 願意被人家撲啊 這就是小S的一個特質 我歸納他幾個特質 他就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就是一個 任性 交重 但是很善良的什麼呢 一般我們都講林家女孩 的媽媽 不是 他是林家公主 你要知道齁 這種林家公主 是我們從小時候一種夢寐求 班上或者是我們隔壁鄰居 有一個公主 高不可攀 可是他又住在你隔壁 那你偶爾還是有機會可以逗逗他 可是他講幾句話 回回來的時候呢 你被他罵 可是罵得心裡面又很舒服 回到家裡面想想說 被他罵得還蠻爽的 所以小S一直有這種特質 小S能問的問題 別的主持人未必能問 我自己上節目好了 基本上我們 他不可能撲你吧 他好像都有挑人 對 他當然也知道跟誰 那個 鬥嘴苦 會有效果 所以我跟趙正平在那個節目當中 經常被認為是跟小S鬥嘴苦的 因為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說 好像每次孕歌好像都好像會愣住 還是會敗架陣來 這是節目效果嗎 沒有這就是小S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鬥個幾句 可是 你如果 因為小S畢竟是公主嘛 你總不能對他去講那種太具殺傷力的話 那顯得我們為老不尊啊 所以有些時候你要忍耐 所以你是手下留情來的 也不是手下留情 就是有些話不宜對這種漂亮女生去講 如果是換作是別的主持人 換作跟我講大概就OK了 沒有沒有你也OK 你也是屬於公主型的 所以他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化學反應 別的主持人身上看不到化學反應 我們今天面對吳宗憲 憲哥的時候 今天面對比方說阿K那鬥好的 或者是陶晶瑩 那個化學反應都會完全不一樣 那他們是比較 跟小S比起來的話 小S是屬於完全跳動的 反傳統的 那百無禁忌的 這種類型的主持人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你每次被他虧 會不會錄完影會不爽 我說我講真的 還真的不會不爽 就跟我剛剛講的那個道理一樣 被鄰居的公主罵完以後 我回去還覺得蠻爽的 不過呢 剛剛這個逸林兄講到 范可欽是廣告材質 也是標準的think outside the box 那種天馬行空的 那小S呢 也是靈牙俐齒的 他有沒有把你搞到 你也愣住的時候 通常是我要 我在攝影棚裡面看到 都在拍廣告的時候 近身接觸 那他拍廣告有一個很大的特質 就是我們一般的女星 拍一支廣告片 我們通常會要求她 兩個工作貼 那為了求精緻 那一般女星都會配合 你說三十秒的廣告要兩天 三十秒要拍兩個工作天 因為要配合到很多很多的鏡頭 還有包括化妝還有精子 燈光啊 燈光什麼都精子 那一般女星呢 我拍了太多人了 像什麼劉佳玲啦 什麼什麼莫文蔚啦 什麼這些人 大概都是差不多兩天 兩個工作天都會給出來的 那我們第一次要做小S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是不是可以兩個工作 她說不必 那我一個工作天就行了 而且我很準 非常準 半信半疑之下來 真的就拍的時候 發現她真的很準 她就是一個動作 她很聰明 她會先了解 你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她擺動作 擺什麼做什麼的時候呢 就非常的精準 因為我是在做那個 碩身衣的這個事情 所以跟她接觸到 我就看到她在台上 我們有一場戲 希望她在上面跳舞 那跳一個很現代的隨性的舞 她為了那場舞 事前找老師好好的苦練 先苦練過 所以她在現場 你好像感覺到她 她好像是隨意來的 但是那個事情 都已經經過一些 很多的練習了 在影劇圈我大概只看過 除了小孩子 只看過另外一個人 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就是蔡依林 就是久了也久了 蔡依林是苦練地才行的人 她都說她自己不是天才 是地才 死命的苦練出來的 對 可是我覺得 這是她的謙虛之詞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小S也算是 大家都覺得她在台前好像 輕鬆自如 輕鬆自如 這就跟女人化妝 要化出那種 看不見 看不出來的 這個節目叫 新台灣星光大道 這個節目 主持人我也覺得 她很輕鬆自如 請問一下主持人 你在家有沒有好好的準備 我們現在講小S 我這個地位跟她沒有辦法比 來 我們回到小S 剛剛你回答說還好 沒有特別準備 所以照你剛剛講的話 小S比莫文未聰明 小S也比劉佳麟聰明 是不是 我覺得她可能每一個人 在鏡頭面前 表現的方法不一樣 我們通常 像我們這時候 在拍劉佳麟的時候 就需要她比較ㄍ的樣子 就比較需要那樣的東西 有的女星 我們比較希望 她在廣告裡面呈現出 比較被人家崇拜的對象 小S不是 小S我們比較希望 她在廣告裡面呈現出 會被大家喜歡 或者是我跟大家 差不多的樣子 我覺得小S有一種 侵入性的親和力 是的 沒錯 她有這個 她本身有這個特質 可是她也是摸索了非常多年 才慢慢慢慢找到 她自己認為是好的一個方向 你可以想到說 那個一週刊的創刊號 講的就是他們家的故事 對不對 如果一個女星 一個藝人 如果不是一個 撐得過來的人 在那個洪流當中 這個大概就被淹沒掉 就頂不住了 所以小S經過了很多的世界 包括她之前什麼 到他們家附近的 派出所裡面去 什麼報案的 這種儀式這種事情 她要出來把這個事情給 處理完畢 那這個都是她面臨到的 須多的考驗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藝人 其實不只是她 是不是主持了大概800集 還是幾多少集的節目而已 而是說她在面對她人生 有很多的不同的影響 跟面向的時候 她如何的 她是什麼樣的態度 不過賣賣兄 這個康熙來的一座座八年 真的相當不容易 很多人都形容她 是什麼B咖回收場 什麼什麼咖回收場 但是很多人 你不能不說 她上這個節目之後 有的人就跟我講說 你在我微博的粉絲數量 他就是上這個節目 就有對自己的加分的效果 這個節目的影響力太大了 他也是目前華人 我先講 我們看連環炮以前 偉忠哥有個配音說 翻開中國電視史 那是王偉忠的聲音 王偉忠做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絕對是中國電視史上 一個經典的一個節目 這節目現在也是華人圈裡面 影響對青年青少年 或者是你剛看政經人物 都會上的一個節目 他的影響力非常大 我覺得他影響力大的原因 當然除了主持人之外 我覺得你從這個節目的名稱 康熙來了 當時追這個名稱的時候 當然現在所有節目 都是用主持人的名字 來加在裡面 但是康熙有很多意義 除了蔡康永 徐希帝之外 康熙是中國上 一個很大的皇帝 那這個節目 它在裡面呈現的東西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他是以一個大 包括大陸 這個節目大陸是不能夠 在正常電視節目播的 而且大家都爬牆 但是爬牆 你知道它的影響力多大 我舉一個例子 我上過康熙來了一次 當時我報了 這個節目 他那個我就知道 那時候還不是 那早期的時候 但是這個節目影響力多大 因為我當時我報了一個料 講了一個說 大陸一個很大的明星 被集體封殺的事情 但是我為了講 這不是一個亂爆料 所以我就講 告訴我這個事情的人 是一個我以前的台灣經紀人 跟編劇的朋友 現在大陸 結果你知道我只是這樣講 只是表示已是負責 後來我這個朋友 五年不跟我說話 他說你這個在這個節目一講 全大陸人都知道了 都來知道說這個人是誰 全部來查出是我講的 你就知道我當時想說 哇天啊 這個節目的影響力這麼大 包括到現在還是 那我覺得當然這個節目 可以一座做這麼久 它的影響力 那真的是在 目前的電視圈來講 是沒有人出其誘的 而且呢 這個節目一做 做了八年 兩千多集 那包括我們的 民製作人沈玉琳 身經百戰江湖上面 翻滾這麼久了 上這個節目 還是不是有被搞到 傻眼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主題 讓他會覺得 這個也要拿來做 馬上回來